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2月2号星期四 胡锡进发文说台海爆发冲突的话 无论美国是否介入 中国都必须要满足三个条件 才能赢得这场战争 那三个条件 第一个老乘常谈说了好多次 就是核弹头必须要突破1000枚 并非要用核武去打击台湾 而是主要的仲然的嚇阻美军 你说咱这样 咱就一个一个的分析 一共三个条件一个一个的分析 当然有人认为这都是胡说八道 说胡锡进这么说 就是那意思 就是说表明中国现在不具备条件 这个武统台湾 其实我跟他们的观点不太一样 咱就说核弹头1000枚 这其实闹了一两年 这一两年来胡锡进一直这么说 然后我们也是说 中国种种的消息表明 中国一直在造核武器 在造核弹头 在核扩军 曾经认为中国有300颗核弹头 现在有没有到1000颗 我们不敢说 但是我觉得肯定是在300到1000颗之间 肯定已经不是300多颗了 所以我认为最起码 在中间见面的话 也应该六七百颗了 对不对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后面再增加的 它其实是想增加一些的 就是说战术型的 小当量的一些核武器 那种战略型的 那种毁灭性的核武器 其实中国之前并不少 它只要缺少的是这种战术型的 战术型的就是说 小规模遭遇战的时候 改变战场局势中的 但这种战略性的 就是双方的保障毁灭 保障毁灭的话 其实300颗就足够了 早就够了能力 所以这点来讲 我觉得如果 就是说嚇阻美军的话 其实三四百颗 那种战略级的 大当量的 已经足够了 大家不行就拼了 当然 因为咱们有个小伙伴留言 就说 苏东哥 你说的不对 我跟你观点不一样 他说 中国往美国打 美国往中国打核武器 是能够保证 把中国全部消灭掉的 但是中国往美国打核武器的话 美国能够拦截很多 所以他认为 就是说 中国如果用核武器 去摧毁美国的话 只会摧毁美国 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零头 所以他认为 中国不敢跟美国打 而美国敢跟中国打 这个小伙伴应该从来没出过国 我基本上认为 他就是国内的这种思维方式 你如果出过国 你了解美国的话 你就明白 什么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美国跟你打这个 别斗了 美国有病 为了一个台湾 跟你打这种互相毁灭级的 就算不能完全随后 所以有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的什么概念 你知道吗 美国才不会跟你打这个了 这个小伙伴 我觉得真的是 见了鬼了 这种思维方式 所以我的意思 就是说 以中国来讲 如果战略级 大量量的核武器 有个三四百颗 已经足够 喝足美军了 后面再准备一些 再准备个几百颗 这种战兽级的 反正就想 不想打到最后 互相保证毁灭 保证摧毁 这个地步 其实就仅此而已 所以这个东西 反正有一千枚 也是拿出来吓唬人 没有一千枚 也是拿出来吓唬人 你说三百颗 四百颗 五百颗 六百颗和一千颗 拿来吓唬人 我觉得其实差不多了 如果真的 就是说 抱着必死 互相保证摧毁的 这种决心的话 三百颗大当量的 战略级的核武器 也够吓人 是不是 每个人敢跟你拼吗 他也不敢拼 对不对 互相你扔三百颗 我扔三百颗 咱们试试 你打个屁 所以这个来讲 满足不满足 其实意义大吗 我觉得其实意义不是很大 除非你真的要打核 要打核大战 如果双方真的 想打核大战的时候 这个意义才大 但是如果双方 就只是互相吓唬对方的话 其实意义不大 所以这个有没有 我觉得 已经那个意思 六七百颗 其实也就足够了 你知道吗 好 那说第二条 他说第二条 就是每天生产补充导弹 和航空大战的能力 要超过美国和日本相加 甚至再把澳大利亚加上 要超过美日澳 确保中国在战争中 每天打出去 总弹药的数量 要绝对压到 敌方的火力总规模 为什么 现在普遍就认为 如果要真的在台海开战的话 比较有可能参与进来 就是美国 日本 再加一个澳大利亚 现在越越欲试 对不对 也就这意思 但是最近跟澳大利亚的关系 急速的在和缓 对吧 又开始进澳大利亚的煤矿 所以澳大利亚 其实可以 就不算进去 光算美日 也就完了 这个来讲 有人认为达不到 不可能达到 但这个不好说 中国目前是一个工业大国 你知道吗 如果就是说 习近平宣布 金融战争状态 全国总统员的话 其实很多人认为 美国它是科技实力比较强 你明白吗 但你看美国 不管是造坦克 造军舰 造什么 实际上没有中国造的快 你知道吗 就从数量上 从这种 就是说大批量生产 流水线工人 大批量生产来讲 没有中国快 所以只要中国是这样 只要这个技术 没有问题的话 那么大批量生产的话 很有可能在数量上 就压到美国 这个实际上并不是什么 你现在造什么东西 中国不是比美国快 你对不对 你造车 你造什么 不都是这样吗 这个是没办法的 而且中国工人 他996SU 他去工作的这种热情 还有积极性也比较高 这就不是美国工人能比的 所以这个来讲 我认为 而且他说的 也不是说总数超过 而是就是说 打起来之后 每天去生产补充 导弹核炸弹的能力 要超过每日 我觉得实际上 有可能 不过当然 等到最后 如果大家都宣布 进入战争状态了 美国也开始 全国总动员 日本也开始 全国总动员 那个时候可能不好说 但是战争真的会进入 那个状态吗 我其实也是 持一个怀疑态度 所以这点来讲 我觉得有可能 就是说做不到 这来讲就是说 他说这三朝都 他们说三朝都做不到 但我觉得可能第二条 有点做不到 这个是事实 这三朝我认为 第一条 其实你不好说 中国到底有多少枚 他现在说有一千枚 你信不信 他如果现在就说了 我就有一千枚 如果是我 我就选择相信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第一个来讲 我觉得 首先来讲 我觉得不需要 但是其次来讲 就是说 他说他有 我也就信了 但是第二条 我认为 如果战争 就是说 拉的比较久 真的如果跟美国 日本打个半年一年的话 如果美日也全国总农员的话 中国肯定是要输的 美日全国总农员 他的胜量力也是非常强的 早期的时候 中国可能有一些优势 但是后期肯定优势就不如人家了 而且其他的国家也会参与进来 联合国肯定会站在美国和日本的一边 西方的农口都会加入进来 这个来讲 只要打久了 中国一定吃亏 我觉得这个只能说 就是说头一个月 可能能够做到就超过美日 一个月之后就不好说了 但这样战争打一个月 如果中美在台海开战 一个月要还没打完的话 也差不多了 大家已经消耗的就差不多了 所以这个反正就是 但是这我的观点 咱们分析一下 咱们分析第三个 第三个他说 需要短时间内用常规炸弹 完全覆盖台湾军容设施和民用 和军民的两用的战略设施的能力 一天内对台湾岛内 目标投射要万枚以上的炸弹 必须超过美国在意大利亚战争 和科索巴战争的单日的投弹量 要在第一时间炸弹台湾的交通系统 供电系统 以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基础设施 这第三条来讲 其实我认为差不多 因为那种常规炸弹的 中国造常规炸弹的能力 其实比较强 一般来讲 像中美这种 都算军事大国了 对不对 中美这种军事大国的话 像那种常规炸弹的话 每一年造20万枚到30万枚 这个其实是个比较正常的 这么一个状态 当然这我还说 就是说在和平时期 如果进入战争状态 全国总动员的话 通常这个数量 其实是可以翻一倍的 可以到40到60万 到40到60万颗 他现在认为 就保证一个什么 就是说一天之内 对台湾岛内的目标 投射万枚以上 就是一万枚 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 你打一个月去多少 不也就是30万颗 对吧 一天一万颗 你一个月不得30万颗 为了测测 你像这样打两个月 应用60万颗 那你要明白一点 中共要武统台湾 不是这几个月 才开始准备的 这件事 说起实在 我往少了说 也准备了五年十年了 可能从习近平上来 就开始准备 甚至 我觉得不夸张的说 中共为了武统台湾 已经准备了几十年了 百年马拉松 一直以来就这态度的 一直以来的 就是说就这想法的 为了武统台湾 真的你看看 包括福建的建设 都受到影响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近几十 可以说二三十年来 就被这个做准备 所以在常规的炸弹方面 我预计 我认为老共手里 现在库存搞不好 就在一百万 就也在一百万枚 一百万枚 这个正规炮弹 常规炮弹 那么一百万的话 如果一天打一万枚的话 能打三个月 后面再开始 开走马力再开始造 我觉得第三个 还是比较轻松的 如果一天 但是你如果一天 打一万枚的话 因为现在我知道 乌克兰在 尔德斯战场上 一天都不止打一万枚 乌克兰的弹药 就跟在吃一样 消耗非常大 乌克兰现在真的 经常就是说 一天打别人 一个星期 用的弹药量 所以我觉得 中国第三点来讲 我觉得问题不大 主要的问题 可能就在第二个 就是说导弹的这种数量 还有航空沙弹的数量 这个上来讲 我觉得也就够用一个月 当然了 就是说我们在探讨 一个月两个月来讲 前提都是什么 都是美国参与进来的 如果美国不参与进来的话 这个战争会打一个月 两个月吗 对不对 所以有人认为 就是说 胡锦说了这三个条件 就是说不想打 打不了 我看不是 我觉得胡锦要说 这三个条件的意思 就是告诉你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我觉得胡锦这个意思 实际上是告诉你 我已然准备好了 就是说这是我现在 已经仍有的能力 而不是说我要做到的能力 你知道吗 所以我一直 其实之前我就说 我说胡锦一直说 说中国的核弹头 必须要有一千枚 必须要一千枚 已经念到一两年了 对不对 我说胡锦这到底是说将要 他还是说我已经达到了 对不对 你要去思考 他话里有话 你明白吗 所以他说的 就是说必须要满足 三个条件才能赢得战争 世界三个条件 是我将来要达到的三个条件 还是说我告诉你 我现在实际上已经达到了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 都应该去思考一下 当然有的人认为 中共永远都达不到 那这个呢 就反正人有见识 知者见智吧 好吧 那这些人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